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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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今天晚上的比赛结果究竟如何 我们一起试试一代吧 我真的非常期待这场比赛 俊哥 张宏老师 主持人 大家晚上好 对 又是我亲叔 我连夜从巴黎飞到了米兰城 就是为了跟随利物浦一起来远征 现在我已经站在了梅亚查球场的门口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米兰 也是第一次来到梅亚查球场的外面 说实话 这座球场给我的就是那种感觉 和英格兰自由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的反应就是 哇 非常的壮观和宏伟 它建筑都非常的高大 我想里面的球迷气氛 还有他们球迷摆出的就是那种 Tivo肯定和平时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除此之外呢 其实在来的路上 球迷氛围已经非常非常浓厚了 其实我在地铁上的时候 有随意的和一些国迷的球迷聊天 对 我很嚣张的就是 戴着令服的围巾和国迷的球迷聊天 不过我感觉意大利人的英语 可能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我也不和意大利语嘛 我们就比划着交流议会吧 然后我就问他们你们觉得就是说 今天晚上的比赛谁可能赢 虽然我感觉他们嘴巴上都在说 我们国迷肯定可以赢 我们国迷肯定能进球 但是他们的下一句话一定都是 夸利物虎是一支很优秀的球队 确实我觉得从纸面实面上来看的话 好像利物虎是更胜一筹的 而且国迷这边还有巴雷拉停赛的原因嘛 所以我还很期待今天晚上 利物虎可以就是拿下胜利的 除此之外 我最近也在网上看以前 就是两队的交锋历史 印象最深刻的一场呢 还是拓雷斯进球的那场 所以其实今天我在里面穿的衣服就是 拓雷斯的球衣 希望也可以给利物虎带来一定的好运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我平时是一个就是 不怎么看一甲的人 所以其实我对国迷米兰 并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 我在来之前呢 我还和我的一个国迷米兰小伙伴聊天了 然后他让我就是 如此地盯住折科这个点 他觉得折科会对利物虎的就是 遍路产生一定的冲击 除此之外他还提到说 国迷米兰今年在定位球的就是 进球方面特别特别的积极 他很期待今天晚上 国迷米兰能够通过定位球的优势来取得进球 如果说我的话 我的期待是什么 我的期待就是 我希望今天晚上Rota可以进球 毕竟在来的路上 很多很多的利物虎的球迷 已经开始唱起了Rota之歌 这首歌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 只要你是利物虎球迷就一定会唱 对不对 好了 现在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得进去了 我非常非常期待进去之后 现场的环境是怎么样 拜拜 演户室里的主持人老师们 大家晚上好 我现在已经站在了伦敦的斯坦福桥球场里面了 今天伦敦的气温是非常的好 一直万里乌云也没有下雨 现在的气温大概是零上11度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疑人的温度吧 在冬天里 除此之外呢 我们都知道今天晚上的比赛 是切尔西在银河数据被关联之后 回到主场的第一场比赛 所以刚刚我也看见 球迷们都特别特别开心的在球迷商店里选购 带有金顿标识的主场球衣和客场球衣 而我也观察了一下 其实买的最多的人的就是球员是哈夫茨 毕竟是进球工程嘛 刚刚首发也出来了 我们也发现哈夫茨是首发 而维尔纳和卢卡库都坐在了替补席上 这点和我刚刚就是采访球迷的一个问题 特别的相像 因为我刚刚有问球迷们 就是说 虽然切尔西在各项赛选中里 打到了一个五连胜的成绩 但是好像每一场比赛里切尔西想拿下比赛 都是非常艰难 包括这一周的就是联赛也是绝虾血金工嘛 那么他们觉得震结在哪里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了 我上一次来赛尔西赛逐场看欧观比赛 4比0游文那场了 就是从那一场切尔维亚受伤之后 切尔西的就是状态 进攻状态的可谓是一落千丈 而当地的球迷大多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还是就是编一位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 切尔西的进攻的套路非常非常的少 再加上确实就是切尔西的某几位前锋 状态也不是那么的好 就导致了整一个就是切尔西进攻编密的一个状态吧 除此之外呢 我还问了他们一个问题 就是说 维尔纳和卢卡库 你们觉得谁会先离开就是酬队 好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难以回答的 基于卢卡库最近的言论 以及他的表现 很多很多当地球迷还是觉得说 希望卢卡库可以走的更 就是可以离开俱乐部 但是卢卡库毕竟是1.5亿买来的呀 这么贵的东西 谁又舍得说在他还没有打出来身价之前就让他走呢 而维尔纳当地球迷还是还是对维尔纳包有更大的期待和期望的 说是会继续信任他 不过今天卢卡库和维尔纳又待在了替补旗上 那我只能自心里希望可以看见哈夫子的进球了 这也是我今天晚上就是比较关心的问题吧 我觉得切尔西可能拿下比赛的可能性非常大 当地球迷也会觉得说 赢下里尔大部分都是在2.0 3.0的预测下 那么关键就在于是谁进球 又用怎样的方式进球 这个就非常关键了 好了 现场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好了我要继续去观察现场的情况 和继续享受比赛了 拜拜